有这样一部神剧 七年连拍七季 没有一季评分跌下9.0 这排面足以封神 每集故事虽只有30分钟 但每一分钟都是细节 看过的朋友直呼过瘾 剧情反转到怀疑人生 那它究竟好看在哪里 话不多说 开始九号密室的第一个故事 沙丁鱼游戏 一座神秘古堡里 主人正为自己女儿举办订婚宴 女人紧张兮兮地推开房门 她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浴室里没有 床底下没有 最后来到了衣柜前 打开衣柜 终于 她找到了 按照规则 现在她也需要躲进柜子 原来他们在进行杀丁鱼游戏 这个游戏类似捉迷藏 区别在于 找到对方的同时 就需要和其继续待在一起 直到所有人挤到一个地方 才算游戏结束 很显然 逼子的衣柜 让本就陌生的两人愈发尴尬 男人介绍自己叫伊恩 是瑞贝卡未婚夫杰米的同事 交谈中 伊恩竟然叫她小表辈 这让瑞贝卡感觉十分不舒服 好在这时哥哥卡尔找到了他们 握手寒暄一番后 瑞贝卡让哥哥快些进来 可就在进来前 哥哥却握着妹妹瑞贝卡的手说 小时候捉迷藏 你好像从来没有找到过我 随后三人关上了衣柜门 衣柜里 瑞贝卡询问哥哥 父亲是否也在玩这个游戏 卡尔回答道 他会加入 但现在应该再陪客人参观马厩 听到回答后 瑞贝卡显得很激动 没过多久 一个手拿酒杯的风骚男人走进房间 经过和瑞贝卡的同款寻找路线后 他也进到了衣柜里 原来他是哥哥的男友小龙大 进来后他不断吐槽 楼下有个男人身上臭气熏天 瑞贝卡接话道 那是他的小学同学 本来挺爱干净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就再也不洗澡了 身上总有恶臭 所以大家都叫他臭约翰 就在聊天时 杰米的前任瑞秋也找进了房间 虽然他患有幽闭恐惧症 但为了遵守游戏规则 他也一起躲进了衣柜 与此同时伊恩有意无意提起 杰米总是在公司说到瑞秋 这让瑞贝卡更不舒服 明显这个叫伊恩的男人 就是让他故意不开心 瑞秋的幽闭恐惧症 让他推门出去想透气 小铃铛想上厕所也就跟了出去 拉开门却看到了 家里以前的老管家 他马上关上了门 但卡尔却盯着紧闭的玻璃门 恍惚出了神 众人再一次紧回了衣柜 这时老管家却说 我已经好多年没来过这个房间了 你父亲总是给房间上锁 老管家似乎还想继续回忆 瑞贝卡立马出声打断了他 可老管家话是没说了 反而唱起了歌 哥哥卡尔听着这歌谣 神色紧张十分不舒服的样子 瑞贝卡想伸手去牵哥哥 却被哥哥无情甩开 房间里又迎来了一对夫妻 他们是杰米的老板 两人对这次宴会不感兴趣 来这里只是想和富豪搞好关系 顺便拉点投资 躲到这个房间就是 还想寻找点久违的刺激 就在两人差点搞直播时 老管家大吼一声打断了两人的动作 被发现的夫妻俩 缓解尴尬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面尴尬 于是两人也一起躲进了衣柜里 目前衣柜中已经有了八个人 就在关闭柜门时 瑞秋的现任男友 小李也找到了这里 逼子的衣柜让大家都很难受 小铃铛和小李离开衣柜 躲到了床底下 老板也要依恩出去 好挪点位置给其他人 依恩就此躲进了厕所里 而臭名昭著的臭约翰 也终于找到了这里 他也想躲进柜子 认为这样才是尊重游戏 可对于他大家都是避之不及 最后他只能躲在了窗帘后面 随后 这次宴会的男主角杰米珊珊来吃 他是来找瑞贝卡拿车钥匙的 有个同事在车站等他去接来宴会 可没来得及离开 瑞贝卡和卡尔的父亲 就来到了门口 他用长辈的口吻训斥大家 怎么能这么没有游戏精神 然后就将众人全部赶进了衣柜 仔细看哦 这里柜子里一共有11人 挤在又小又臭的柜子里 父亲不仅没有不舒服 反而显得十分的满足 还唱起了老管家唱过的那首歌 但哥哥明显对父亲的歌声 十分的反感 可老头却大声说 这是我家 我想唱就唱 老管家为缓和气氛 又扯起了当年的往事 问大家是否还记得 当年家里举办的小朋友大派对 那时附近所有的小孩都来了家里 大家都玩得十分开心 可后来有个孩子搞砸了派对 臭约翰提醒管家那个小孩叫皮普 管家接着说 好像最后还叫来了警察 因为皮普控告富豪老头 对他做了可怕的事情 父亲听完反驳他 我当时只是教他如何洗澡 此时衣柜里的氛围开始更加紧张 卡尔这句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 小铃铛打破僵局 人都在这里了 咱们这个杀钉鱼游戏应该结束了吧 但瑞秋的男友小李却说 不啊 伊恩不是还没进来吗 两方一交流信息 发现刚刚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伊恩 既然真伊恩还没有来 那这个自称伊恩的究竟是谁 突然衣柜门被人从外面锁上 光影之中 贾伊恩的脸庞逐渐清晰 而此时的他 也唱起了老管家和父亲的同款歌曲 故事此刻真相大白 这就是当年搬家离开的男孩 皮普的完美复仇 当年所谓的小朋友大派对 只不过是富豪老头 为了满足自己的恋童品 所制造出来的美丽借口 把男孩们全部骗到家里 然后侵犯了他们 其中一个男孩皮普抱了紧 老头就拿钱赶走了他们 从各种细节推断 哥哥卡尔和臭约翰应该也是受害者 哥哥听见这个童谣会如此反感 大代律是因为每次父亲犯下罪行时 都会哼起这个曲调 而臭约翰为什么会突然有天不洗澡 也是因为老头经常已 叫他们洗澡为由将他们侵犯 这给约翰留下了难以回去的阴影 所以才会一直排斥洗澡 哥哥说的那句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也表示因为搬家 所以皮普逃离了魔爪 可他和臭约翰 却难以逃脱父亲的折磨 可想而知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父亲的恶心癖好 给他带来多大的阴影 哥哥的恋人为什么是小铃铛 或许也和童年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再说回影片的女主瑞贝卡 她是一直缺爱的 因为父亲的癖好 她在家里应该得不到重视 这也说明了在故事开始时 哥哥说父亲没有参加游戏时 他显得那么激动又失望 可能就是只有在杀丁鱼游戏时 他才能帮助父亲 就能得到父亲对他的关爱 恰好这也是为什么 哥哥会对他说 小时候捉迷藏 你从未找到过我 哥哥在被父亲侵犯时 瑞贝卡应该都是知道的 可他却选择了不闻不问 一开始 老管家在哼唱童谣时 他感受到哥哥的紧张 想要去拉哥哥的手时 却被哥哥一把甩开 也能说明 哥哥其实对他小时候的包庇行为 感到厌恶和无法释怀 故事到此结束 影片时长只有30分钟 拍摄的场景也仅限于 一个房间之内 可故事却十分精彩 步步抓人心魄 这集故事来自 九号密室第一季第一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天哦 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叫做杀定鱼游戏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